续方式学习 皮朗认为那种 因比利时缺乏地理上的整体 与种族语言上统一性的观点 就贸然访问比利时民族统一性的观点 皮朗之间是不符合比利时历史发展的进程的 关于社会过度的理论 这里说的社会过度理论 一是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过度问题 另一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过度问题 关于前者皮朗认为 处是古代社会 向中世纪过度不是公元五世纪热曼人的入侵 而是七到八世纪阿拉伯人的细情 关于后者皮朗认为 中世纪社会结束于11世纪 主要从那世纪随着欧洲社会的相对稳定城市的发展 商业与商业贸易活动的兴旺 使隔继上路的恢复与新的贸易路线的开辟 咱们看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